然後再做起來連咳幾十次 咳咳 老公 老婆 然後被咳出來 好心好費了 就接住這樣 沒有 那時候我真的很怕 因為是沒有彈的咳 常見慢性咳嗽 最常見的原因就是 像第一個 胃食道膩瘤 像各位同學都很緊張 胃食道膩瘤 也會容易慢性咳嗽 特別是躺下去的時候 會鼻涕倒膩 會癢癢的 會癢癢的 再過來去氣喘 台灣的氣喘其實不少 但是很多民眾 都當成感冒在治療 日也咳 夜也咳 肺部健康亮紅燈 不要再莫不關心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那我們常行 這個定期的健康檢查 我們常常會忽略一個器官 就是肺 因為在整個配套裡面 好像這個肺 我們特別經過醫師之點說 你要特別去加強 這個部分的檢查對不對 比較少 因為我們也不抽菸吧 可能是這樣 所以就覺得肺應該都很健康 偶爾可能聽到 昌明哥有老人咳的時候 我就會替你擔心一下 頂多這樣而已 是不是 也別這麼說 偶爾也有肝殼嗎 有 我也有一些老痰 有時候會激在喉嚨 是 對啊 頂多這樣 好像其他就不太會覺得 肺好像有問題 對啊 所以我們也都不太覺得說 肺行特別要注意它的健康狀態 對 要怎麼樣來判斷 應該我們首先來講 以中醫的觀念來說 中醫的肺它並不單純是指 西醫解剖學上那個肺臟 這個呼吸道 因為是人體抵禦外血的第一道防線 所以我們要判斷這個肺 是不是健康可以從三點來看 第一點就是我剛剛說 因為它是抵禦外血的第一道防線 所以當一個人肺氣虛弱的時候 外血就容易入侵 所以他就是剛剛講 你會容易生病 容易感冒 或是肺炎 氣喘 這些因為外血所引起的疾病 第二點 中醫說因為肺主一生之氣 我們全身的氣都是肺來掌管的 所以會發生你很容易胸悶 有時候要穿大腿才能吸氣 或是說這個人 因為我們講話 其實跟氣有關係 所以一個人講話有氣無力 聲音就是細弱油絲 第三點就是我剛剛說 因為你看在五臟 我們中醫講肝心皮肺腎 這個五的臟象裡面 其實肺是在最高位 所以肺很特別 是肺的氣是往下的 它應該是往下降的 等於說輸送到全身 可是當一個肺有問題的時候 肺氣反而會上膩 所以會發現上膩的話咳嗽 咳嗽是氣往上 或是你會喘促 都是跟氣上膩有關係 彈多也算嗎 對 也是 好 這些都是 因為它也是把它咳出來 所以當你肺氣上膩 這個症狀出現的時候 也都是肺出了問題 所以可以從這三方面來判斷 如果真的不健康的肺 對於一個人的生命威脅 也會多危險呢 其實除了一般常見的 大家想說 可能比較常聽覺得說 對於生命不會很威脅 大家就肺癌對不對 對 可是除了肺癌之外 其他的肺部疾病 也可能是會很致命的 比如說如果它不是 肺脹本身問題 而是肺脹血管的問題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也是一樣 她就是生產完之後 她就覺得自己怎麼 走路起來變狠喘 然後甚至爬樓梯 都爬不到三階 然後她那個時候就想 我一定是心臟不好 因為每次狠喘 沒有辦法走路 都覺得這應該是心臟出了問題 她就看醫生 醫生跟她說 妳得了一種很罕見的疾病 她說妳得了一種叫做 肺高壓 就是她的肺裡面的血管的 就像我們有高血壓對不對 肺裡面也有高血壓 對 但她那個壓使得她的血 不容易進到她的肺脹去 所以她就變成說 她一直出現在一個 她幾乎吸不到氣的狀態 然後她就很慘 高山症感覺 你知道她最嚴重的時候 她說她連下樓去便利商店 她都做不到 就是她必須 她先做輪意推她 就是她真正開始治療之前 那就是因為她整個那個 肺高壓的問題 那除了剛才說肺癌 或這個比較少見的肺高壓 其他其實像一些肺的感染症 都可能會要命 所以這樣聽起來 其實有時候我們自己 一點小症狀 我們要很留意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們幫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忽略小症狀 讓你健康殘肺 三個症狀 包括第一個 慢性咳嗽 第二個症狀是 自覺吸不到氣 或者覺得胸悶 還有症狀三 咳痰 我比較大的問題是 最近有發生夜咳的問題 就是半夜 大概是凌晨3到5點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坐起來 就是先被咳醒 然後再坐起來 連咳幾十次 一直咳 老公 老婆 然後就把臂子咳出來 然後快接住這樣 就接住這樣 沒有 那時候我真的很怕 因為是沒有痰的咳 第一個是沒有痰 就是乾咳 然後喉嚨癢到止不住的一直咳 然後我後來就很緊張 我就上網找 他們說那個時間 是不是走什麼肺筋中醫 對 沒錯 那個時候凌晨3點到5點 是肺筋中醫 我就查 我搜尋查 然後後來他們說 為什麼你會咳 是因為你今天可能 吸到一些不好的空氣或什麼的 然後你肺再自動清理 廖醫師 簡短的回答一下 肺 如果到那個時間你咳 可是把裡面的東西咳出來 是排毒嗎 它算是一種 空氣清淨機的理論 沒有 我覺得是 身體本來就有自動的這些 清理這些 如果你有時候吸到一些不好的空氣 其實或是一些味道 你自己當下就會咳出來 所以我並不認為說 凌晨3點到5點 咳嗽是一個幫自己 可是我沒有起來 我沒有起來 是他自己起來 是他自己咳起來 那就剛好癢到那個時候 累積到那個受不了了 就咳了 每天怎麼可能 聞到那個辣椒 聞到那個辣椒的那個味道 你都受不了就已經咳了 對 你當下就會咳出來 所以應該也不是這樣 只是說你有問題的時候 因為它是肺精巡 所以有時候 你在那個時間下 有些支氣管過敏的人 或是氣喘的人 他很容易在這個時間點 夜咳 發作出來 對 應該是這樣子 並不是說你咳 代表你是OK的 你是健康 反正你在排毒 還是要看醫生 其實是不對的 來 霈霈 好 所以像我每次 就是要跟人家講電話之前 我都會一定要就是 清一下喉嚨 我才能接電話 因為我就會覺得就是 有卡東西對不對 對 我要是 如果不清喉嚨的話 我講話的時候 一定是有那種痰的聲音 就喂 你好這樣 我就怕嚇到人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無時無刻感覺 喉嚨都是裡面 是有痰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小時候 我爸爸就跟我說 不然這樣好了 你就檢查你 咳出來的痰是什麼顏色 那我就想說 咳出來的痰其實都是乾淨的 不是那一種就是印象中感冒 深重病那一種綠色的 但是會有痰就對了 你的是會有痰的 對 還是會有痰的 對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這樣到底是不是健康的 痰的話痰的顏色 可以去區別 它是不是細菌感染 一般來講如果痰是黃的 像鐵鏽色 濃色 黃色的痰 那配合上有一些發燒 而且有一些喘的症狀 這時候要考慮是肺炎 你的方向感覺上 好像是正確的 但是一般人沒事不會有痰吧 如果是一些像我們今天講 常見慢性咳嗽 最常見的原因就是 像第一個 像各位工作都很緊張 也會容易慢性咳嗽 再過來就是過敏性鼻炎 特別是躺下去的時候 會鼻涕倒流 會癢癢的 再過來就是氣喘 氣喘的病患 通常在以葉殼做表現滿多的 特別是像現在天氣開始變冷 對 那早晚溫差比較大 凌晨的時候 開始會有一些 胸悶葉殼的症狀 你要考慮氣喘 好 所以如果有這三個症狀的話 我們到底要小心的是什麼 來 小心的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疾病 常見嗎 對